欢迎收看小高 前往中国澳门参加活动 全红禅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那就是澳门大学的校长当场发出了邀请 并且愿意给出全额奖学金 让全红禅来到澳门大学上学 当被询问愿意来吗 全红禅也是表示愿意愿意 全红禅未来会前往澳门大学求学吗 在成名之后 全红禅转学到了重点中学 广州实验中学就读 全红禅的户口也转入到了广州 成为了新广州人 而按照全红禅转入广州实验中学就读的时间 全红禅将在2025年6月份毕业 这也意味着全红禅该考虑自己大学的问题了 全红禅回去澳门大学吗 可能性其实很小 因为在接下来的奥运会周期 全红禅依旧是主力球员 所以如果本科前往中国澳门就读的话 全红禅往返学校会浪费掉许多的时间和精力 值得一提到是当下澳门的奖学金是折合人民币 是14500人 他的世界排名相对于全红禅其他的选项并不占光 全红禅未来大学有哪几个选项呢 目前来说全红禅的下家有四处 第一处是北体大 此前的张佳琪选择的就是前往北体大读书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 北体大对于奥运会冠军招募的力度增加 因为人在北京训练全红禅选择北体大的可能性很大 第二处是中山大学 同样位于广州的大学 全红禅如今是新广州人 所以中山大学向他发出邀请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如果能够把家乡的奥运会冠军留住 中山大学必然愿意给出奖学金的 第三处是苏炳天的济南大学 同样是国内的名校 全红禅的师兄谢思义 在大学选择上就是选择了济南大学 如果济南大学让师兄做工作的话 全红禅还是很有机会加盟家乡的大学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国内大学的奖学金并不高 哪怕是国家级奖学金也就是八千元 第四处是香港大学 为何会有这样的选项呢 众所皆知 郭晶晶的老公霍启刚 如今是香港体育的领头人物 霍启刚也一直想要在香港发展跳水 如果未来能够引进全红禅的话 必然能够很好的推动项目的发展 而香港大学这边引入全红禅有两个优势 第一个是郭晶晶可以帮忙 第二个是香港大学的奖学金 最高可以来到20万港币 所以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